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修色房屏 今天我们看的是一套亚门间 这个亚门间是位于休斯顿Richmond这个地方的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位置跟唐城比较近 这边是离着59高速公路 是贴近59高速公路的一个房子 当然它价格确实没有唐城 价格那么高 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什么感觉 一打开门进来 这个房子是开门感觉很舒服的 因为直接就整个都是通透的 这样的一个高挑的厅 然后右手边其实是他们的一个grudge 所以这个我们就补看了 然后我们就先看一下左手边 这边呢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可以洗澡的全位 这样子的 然后它是带窗户的 然后这个旁边就是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这个卧室很大 这个床是个king的床 然后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然后它的楼梯是在旁边藏起来的 它跟我们很多看的都不一样 再往这边走呢 它有一个study room 这个study room还是很明亮 整个房子的吊脚就是窗户大 这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这个建制衫依然有在湖边的地 如果建在湖边的话呢 建这个户型呢 基本上就是在50万左右吧 你看它的这个挑高 那真的是非常的高 这个房子也可以建一层 就这么高的挑高的一层 这边是客厅 这挑高完全就像两层一样 但是我今天拍的这个是个两层哦 我只是说它可以不见楼上的一层 所有的这个橱棍这些都是一些升级 这是早餐厅 然后我们这边看 整个客厅的感觉 然后这边里面是一个lounge pantry 然后呢在这边 还有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往里走 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这边这个门是车库门 洗衣房这些门都是储藏室门 我们回来 然后往里走 就到了客厅 这个主卧了 主卧非常大 床是king的床 对比一下感觉床反而显得很小 因为它的主卧 真的是蛮大的 这样子 然后往里走呢 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呢亮堂的很 因为你看它有一个天窗 这个好玩吧 特喜欢这天窗 你看洗手间的天窗开了 别的旁边的窗户没开 整个房间又亮了 又不用担心泄露隐私多好 喜欢这种感觉 这个洗手间是我看到过的 很特别的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个浴缸在中间 然后两边的这个台子都是分开的 里面有一个walk-in的一个淋浴间 整个的感觉是美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马桶间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洗衣服 外来配那个衣帽间 这就是一层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看 这个推拉门 整个都是一个家装 现在我们去二楼 上了二楼之后呢 这边先是用空间做了一个写字台 然后再进来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gameron娱乐的一个空间 娱乐的空间的旁边 这是一个洗手间 有窗户 这是楼上的一个卧室 所以它就变成了楼上有一个单独的套件 再加上一个活动的房间 但是这个房子依然是可以加到四个卧室的 只是这个样板间现在是三个卧室 然后加一个书房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样板间的感觉了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房子 欢迎加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G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修斯顿整体来看的话 是在修顿的西南方向 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它正好是在修顿的西南边呢 它离唐城非常近的 大家都知道唐城这一块 就是中国人特别多的区域 它就是在Richmond 不是唐城区域 但是确实特别近 这个地方离中国城的距离也是非常方便的 二十多分钟就到中国城 二十一分钟就到中国城 然后如果说看一下它去Uptown 去Uptown就半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个地方的这个社区是新社区 那学区也都是新的 目前没有评分 它的这个社区的学区可能不会比唐城好 但是整个社区的地理位置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户型上也很不错 所以这是这个社区的一大卖点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这个社区是离高速公路特别近的 为什么它到中国城到哪都特方便 就是因为它离高速特别近 我们看到社区就在这里 然后这一条就是69号高速 基本上就是沿着高速盖的一个社区 像这种社区一般 以后的发展前景都会特别的好 我们现在先在大地图上 可以看到到这个社区也是很多湖啊水的 因为还没有完全建好 所以有些东西是没有完善的 但是呢这个社区旁边就是各种各样的购物中心或者是超市 那我们看到社区在这儿 像购物中心和超市的话 就是在这边 这一块就是一个超市的 还有best place什么都在这个部分 然后比如沃尔玛 这边离沃尔玛也很近 这是社区 然后这是一个特大的沃尔玛 然后这边是一个plaza 什么星巴克什么都在这个附近 所以这个地方的位置是挺方便的 如果您对搜封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 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Y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